大家好,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二零二年九月十九日,星期一 某媒 Channel C 副採訪主任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昇 今天中午在 Facebook 表示 今天正式獲得警方的內電 要求他今天去到旺角警署 表示會正式落案控告他 陳朗昇表示他將會在三點半去警署 今個月七日,陳朗昇和 Channel C 的攝影師 去到旺角麥花申場館採訪元朗、朗平村業主大會 但是兩人突然被在場的警察截查身分證 攝影師被放行 但是陳朗昇就以涉嫌阻差辦公和公眾地方行為不檢拘捕 陳朗昇當晚五個水現金獲准保釋 他原定本星期需要去到警署報道 以我所知,星哥今天就在英領館那邊 就收到警察電話就馬上過去了 本身正在做事,今天是英女王國壯 他亦打算十月初去到英國的牛津大學 路透研究所交流課程 這些罪,我真的不知道要不要坐牢 希望星哥補充 記得按LIKE、點擊廣告、建設性留言 4個媒體分享、訂閱頻道、月費贊助 多謝,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